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究竟是哪七个字让尼克松总统都忍不住捧腹大笑呢 中烦恼来美头疼 互为敌人的敌人说起中美之间的发展历程 相信大家都不会太陌生 至今有些光荣的家庭 还存活着从抗美援朝战争中幸存下来的老兵 这些人的存在无时无刻不印证着我国那段光辉的历史 事实证明我国在任何强敌面前都是有一战之力的 而且我们有必胜的信念 这一点在我国的发展历程中至关重要 二战过后 国际局势逐渐趋于平稳 各国之间的斗争手段 也从战争转变为了更加隐晦的政治行为 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迅速崛起 而与之身风相对的则是社会主义阵营的老大哥苏联 两国明里暗里斗的可谓是不可开交 而在这种国际环境下 成长起来的新中国自然是举步维艰 虽然彼时我党已经把国民党反动派成功从大陆赶了出去 但自身的发展环境依然不容乐观 美国人自然不愿意承认我国的合法地位 还攒夺其他国家一起对中国实行外交封锁 两国的关系也就此陷入了僵局 好在新中国在建国初期得到了苏联老大哥的一些扶持 再加上我国在朝鲜战争中的强悍表现 美国人这才对中国多了几分忌惮 但忌惮终归只是忌惮 新生的中国依然处处受限 我国的领导人迫切地想要改变这种处境 1956年随着三大改造的基本完成 我国正式从新民主主义社会跨入了社会主义社会 与此同时 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也如火如荼地展开 新中国展现出了一股极其强劲的发展势头 彼时的中国和苏联犹如一堆热恋中的情侣 然而事实证明这种关系有时候也是一把双刃剑 中国很快就迎来了甜蜜的烦恼 一方面苏联国内的社会主义党派以老子的身份自居 要求中国在军事和外交上都推行他们的战略 另一方面苏联共产党内部也出现了严重的思想分歧 他们在极大程度上否定了斯大林同志曾做出的贡献 而这一点在赫鲁晓夫上台后显得尤为明显 斯大林对此毛主席的态度是 他们妄图在军事和思想上控制中国 我们坚决不答应 毛主席的态度也正是中国的态度 中国早已不是从前那个任人欺凌的国家 我们有足够的底气对任何不合理的行为表示反对 这种态度自然是无比正确的 可在当时那个特殊的国际环境下 中国还是为此付出了不小的代价 1960年7月 苏联单方面召回了在我国参加援助工作的所有苏联专家 这一行为让中国蒙受了巨大的损失 这种损失不单单体现在经济上 当时我国一些保密度极高的项目也有苏联专家的参与 这让我国领导人感到了深深的不安 赫鲁晓夫此后中苏之间的矛盾愈演愈烈 苏联甚至做出了不断向中苏边境增兵的举动 中苏之间的沟通和联系基本陷入了中断 当时西方各国一度认为中苏两国开战已然不可避免 好在双方都保持了一定程度的理智 这才没让局势彻底恶化 当时的中国可谓是深陷泥闹 一边要保证国内的发展不受影响 另一边还要时刻提防随时可能爆发的冲突 可大洋彼岸的美国又何尝不是麻烦缠身呢 美国人迫切地想要联合一切能够制裁苏联的力量 可自身却被越战拖得焦头烂额 俨然已经在美苏争霸中落入了下风 在这个敏感的接骨眼上 宣誓就职的尼克松总统自然感到压力山大 可越南战场上的局势他无力改变 于是乎寻找一切可能的政治帮助就成了他的上上之选 资本主义国家大多已经沦为美国的附庸了 该去哪寻找新的合作伙伴呢 这个问题的答案悄然指向了中国 正所谓敌人的敌人就是潜在的朋友 和苏联关系恶化的中国自然成了美国人想要拉拢的对象 这是符合双方共同利益的一件事 可这件事说起来容易 做起来可难如登天 如何跨出这话时代的第一步 成了美国人亟待解决的问题 终于美互相试探 乒乓外交先波澜 其实早在越战期间 美国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比邦迪就曾提出了这样的观点 美国应在抵制亚洲共产主义扩张的同时 尝试同中国接触的可能性 也正从那一刻开始 美国官方正是用北京取代了 原本对中国首都的称呼北平 这一举动也被西方媒体解读为向中国示好 次年还未成为总统的尼克松 也在他的一篇文章中提到 将来美国作为世界警察的作用可能是有限的 不应当永远把中国排斥在国际大家庭之外 这表明美国人正在迫切地寻求一种新的国际平衡 这种新的平衡将有利于美国摆脱越战的泥闹 同时减缓中美之间由来已久的矛盾 尼克松可当时我国领导人并没有买美国人的账 因为在毛主席看来 美国就是霸权主义的代名词 与这样的国家交往一定要甚之又甚 然而国际局势风云变换 随着和美国博弈的不断深入 苏联竟也逐渐彰显出了其蓬勃的野心 中苏之间的严重对抗 给中国的国家安全造成了巨大的威胁 而且因为地缘上的关系 这种威胁远比美国给的要更有压迫感 在这种情况下 毛主席做出了一个重要的战略决定 尝试同美国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此后中美双方都开始了一系列的尝试 这一点在尼克松总统上台后变得更加直接 仅仅出任总统12天后 尼克松就要求手下的官员尝试同中国官员接触的可能性 同年7月 他更是直接停止了美国海军舰队在台湾海峡的巡逻 事情做到这份上 尼克松总统可谓是释放了足够的善意 也让五国领导人看到了他们的诚意 1970年10月1日 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1周年的重要场合 美国人埃德加斯诺被请上了天安门城楼 并且被安排站在了毛主席的身边 庆祝仪式结束之后 毛主席更是亲自接见了斯诺 之后两人促膝常谈 在回顾了共产党那段艰难岁月的同时 也对中美两国未来的发展进行了一番展望 作为第一个被邀请上天安门的外国友人 斯诺可谓是受到了极大的重视 这也表明了我国愿意同美国进行接触的想法 同年的12月18日 毛主席再度接见了斯诺 这次他老人家直接表示欢迎尼克松总统访华 可是中美之间积怨已久 双方虽然都表达了愿意接触的态度 但究竟如何踏出这第一步成了难题 中美双方自然都不愿在这件事当中折了面子 再加上当时部分地区的形势还比较紧张 这件事只能一拖再拖 就在中美双方都为此感到焦躁不安的时候 一个绝佳的机会摆在了两国领导人的面前 1971年3月 日本名鼓屋举办了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 中国队和美国队都受邀参加 表面上这是一场体育竞技 可实际上这些运动员的身上还承载着一项重要任务 和对方球员进行深入接触 乒乓球作为我们的国球 运动员们自然在国际赛场上大放一彩 赢得了全世界的掌声和喝彩 而在一次比赛结束后 美国一位运动员竟然错上了中国运动员的班车 这让车内的气氛多少有了几分尴尬 后来双方为了缓解这种尴尬 从怀里拿出了送给彼此的礼物 等到下车的时候 互相之间明显就多了几分亲切的意味 很快这件事就被中美双方的领导人得知了 毛主席在知晓整件事的经过后 当即下令有关部门立刻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 而尼克松总统对此事的态度是 请乒乓球队的运动员务必接受这次邀请 同年4月10日 美国国家乒乓球队正式开启了为期七天的访华之旅 周总理亲自接待了他们 足以表明我国对于这次来访的重视 这就是著名的乒乓外交 也被人们戏称为小球带动大球的创新外交手段 中美之间封闭 长达22年之久的交流之门也就此打开 这是国际历史上的重要时刻 预示着新的国际格局的形成 也推动了国际形势的发展 乒乓外交之后 中国之间交往的障碍被彻底扫清 再也没有什么能阻挡中美之间重新建立起战略合作关系 1971年7月8日 时任美国国务卿基辛格秘密登上了一架 由巴基斯坦飞往北京的航班 并在随后几天时间里 宇州总理进行了一次秘密会谈 没有人知道他们具体聊了些什么 但双方必定共同进行了一番精心的策划和设计 这才成就了之后尼克松总统的正式访华之旅 1972年2月21日 美国总统尼克松正式飞抵北京 这场由双方共同设计的难度 堪比阿波罗计划的国式访问 终于缓缓拉开了大幕 七个字桥解刁难 彰显出伟人风范尼克松总统走下飞机行踢的第一时间 周总理就走过去同他紧握双手 这一动作足足持续了一分多钟 这是二十多年来 中美双方的第一次握手 更是代表着不同意识形态和真体下的碰撞与交流 虽然这一切都是苏联不断膨胀的野心所促成的 但也足以看出这是中美双方一直以来的共同心愿 从此两极分化的格局成为了过去 中国已经成了新时代国际格局当中的重要角色 美国仍看到了这一点 世界各国领导人也看到了这一点 一个崭新的时代已经到来 作为东道主的中国对尼克松总统的到来 表现出了极高的尊重和热情 甚至在晚宴现场还播放了优美的乐曲《美丽的亚美丽加》 这正是尼克松总统就职典礼上所演奏的曲目 而尼克松总统显然也早已为这次国事访问做足了准备 他不仅用中文朗诵了毛主席的诗词 用起筷子来也是极为熟练 晚宴过后 毛主席在书房内接线了尼克松和基辛格 双方进行了一番友好畅快的交谈 可就在双方相谈甚欢的时候 尼克松却突然说了这么一句玩笑话 听说蒋介石一直以来都称呼你们为土匪 我很想知道你们是如何称呼他们的呢 两岸关系一直以来都是中美之间不可避免的话题 尼克松这句话表面上是在说笑 但实际上则是在试探我们对于台湾问题的态度 一旦毛主席没有很好的做出回应 那将来在台湾问题上就会失去很多主动权 也会让尼克松产生一些轻视的意味 当时在场所有人都紧张到了极点 大家都为毛主席捏了把汗 同时又在期待他能给出怎样的回应 我们也叫他土匪听完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右下角 订阅收藏不迷路